好創下刚看到的是美国现任国务卿 布林肯跟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对于台海的这一个公开谈话 特别是奥斯汀是很严肃的 在监控中国的军事信号 刚刚的新闻是来自于 美国和日本2加2 国家安全资商会议之后 一个联合的声明里面 奥斯汀这位实战出身的美国国防部长 讲得非常的严肃 这严肃里面是他们彻底的严肃监控 共军最近的老台 战机战舰频率和规模都增大增多了 他认为这不只是习近平 想要在台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常态 他更强烈的怀疑 这个是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一种讯号 所以他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美国会做好准备 而布林肯斯重申绝对不容许 中国迫害台海的一个现状 而在这个情况里面 其实他们跟日本的防卫省 和日本的外交在那边谈的时候 他们其实做出了共同结论 继续严肃监控共军的行动之外 美日将要针对这个形势 习近平随时可能入侵台湾 这个新的讯号 生化同盟 这生化同盟里面 当然我们先前前前前都讲过了 在军事上的部署马毛岛或是长城的巡弋飞弹 这些部分之外 特别敲定了日本将扮演关键角色 所以日本将是在这场里面反应要更快速 更关键的一个角色 而这个关键角色里面 除了美国已经会把他的第三个滨海战舵团 放到冲绳准备应变之外 日本也将在冲绳建立一支叫做 近海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 然后也是专门针对 除了东海的中国 任何的在这个地方破坏现状的行动 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行为 而且岸田文雄在他们最新的战略文件里面 很明确的就确定 日本现在战略安全上 最大的重大战略挑战 就是中国随时可能破坏台海 破坏西太平洋的一个现状 而在这个形势里面 拜登和岸田文雄 13号会在华盛顿见面 而在见面里面 除了去谈美日安保 是不是继续的深化 继续的扩大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现在很明确的出来讲 要共同的讨论 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 拜登和岸田文雄 因为美日很多的法律条件 很多的措施是不一样的 双方沟通 谈一个共同的做法 要专门针对中国的半导体 强化加强联合行为的出口管制 而此时岸田文雄去了英国 在英国里面 也正式跟英国签署了 相互准路协定 也就是说 日本的军队 日本的军舰 或英国的军队 英国的军舰 可以互相的驻扎在 彼此的领土之上 这个状况 当然对我们来看 军队台海来看 我们到去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女王 带着几艘军舰 在这西太平洋里面 去倡议自由航行权 但是 它要到处走来走去 在海上走了八个月 但是如果这个条约之后 是不是以后 有些军舰 干脆就在日本跟美军一样 就在那边常驻休息 等于是北约的力量 随时也可能进来 都让人家看到这状况 然后其实在这个整个紧张的形势里面 美国CSIS不是做那个兵推吗 24项推定里面 想定里面 结果美国很多人认为 光这样子是不够的 还要更强烈的 有想象力的一个恶主 所以美国过去主管 情报监视和侦查的前空军中将 叫做德普图拉 特别认为 CSIS的设定里面 有一项事情太保守了 保守的是说 美国的设定里面 是绝对不会去攻击到中国的本土 他认为这样是不行的 美国下次应该要去设定的是 有可能 至少要做出来 有可能直接攻击中国本土 这样子才能够拉高威慎的能力 而在天下为中 中国的这样一个侵略态势里面 其实连北约都发现 这个影响是越来越重的 所以在欧盟里面 德国 我们知道他是立场上 一项跟工作比较亲善的 德国执政党的领袖 克林拜尔 在他们的周刊里面访问的时候 特别强调 一旦中国出兵侵台 德国将要断绝 跟中国的所有关系 而且他特别提起说 他们也看到这形式 也许是明天 也许是后天 也许是十年之后 中国逾越边界的时刻到了 当时德国就会立刻 跟俄罗斯一样 断绝所有关系 而在澳洲这边 也开始强化 对于中国势力的扩张 所以澳洲的总理 特别去访了八鸟 要强化防务和整个投资 希望把八鸟 不要变成是中国 去突破南太平洋的一个缺口 而此时此刻这些情势里面 中国的有一个人 嗅觉比较好 他叫做胡锡进 胡锡进有嗅到这种新的情势了 所以他特别写了一个文章 他其实在文章里面 我们当时说 他把日本看成小老弟 但是他是把日本的地位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升了 他说要开始 中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 过去把日本 算是为是美帝的走狗 现在要把它变成是 中国的小兄弟 小兄弟就不要去欺负他 要常常呵护他 比如说过去的时候 像日本也有很多汽车 很多电动车 但是就不要写那种标题 中国的汽车 电动车超越了日本 不要刺激中国 中国不要再刺激日本了 要把它当成小兄弟一样 一家亲 他就把它包进来 可是在此时此刻 发现这些群势的变化里面 习近平大概是没有看懂的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习近平 最近很喜欢摆一个姿态 双脚会站得比较开一点 高过肩膀 然后其他的人 那是充满了自信和霸气 然后其他的官员 都非常紧缩的 非常紧小慎为的 站在旁边 展现他是伟大的领袖 而这样一个画面 有一个人身上 也是这样的 那个叫做金正恩 因为可能 所以很多人发现说 原来习近平越来越想做的 他的偶像 他的目标叫做 大号的金正恩